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陈雪敬 陈老师 今天台股的一个下沙拉回 其实并不意外 不然为什么这几天大涨上来 我们要把部分的一个股票 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 包括的一个护国神山台积电 那这档股票我们从410块 最低的一个时候持股成本410 那一路大涨上来 来到了一个600多块 高档要顺势开心 获利出一半 获利了结之后 你可以看到今天拉回漂亮 又随时准备再怎么样 再把它买回来 那么甚至再到的一个 ASIC设计的一个创意 3443的创意 我们买在12月30号330 以及1月8号397 那第一档到448 第二档拉回买进之后 昨天创新高 创新高你可以看到 看到我们怎么做 这是昨天的讯息 创新高 我们昨天我们把基本单顺势 全数开心 获利况进口袋里 都讲在前面 都有讯息为证 两档累计的价差就达到多少 63.2% 超过63%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操作 一定都是怎样 在低档的时候 带着会员朋友 冲容买进 大涨上来 开心获利换口袋 就算这档股票非常好 非常棒 你真的很爱 也要等到什么 也要等到拉回整理 再来做考量 然后包括的一个 周宇的最爱乔威 那你可以看到 乔威今天是杀蝶亭 今天很狠 今天怎么杀蝶亭 我不晓得 因为分盘交易 动不动就杀蝶亭 但是不管 你可以看到这档 我们只有买一笔 就是2月19号 买在49.8 两组会员朋友买进 两层的一个多单 买进之后 直接喷涨停喷涨停 然后 2月23号 大涨上来 来到62块6 我没有卖在最高点 我不需要买到 买最低卖最高 你看我都是在 最佳的一个时机 带着会员朋友出售 然后大涨上来62块6 为什么我们冯高 开始要带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 开心放进口袋里 你看今天下差 所以 跟请大师用的一个脚步 真的是很重要 那甚至包括的一个长龙行 天上飞的 那海上跑的 你可以看到天上飞的一个长龙航空 昨天买进 昨天14块8到15块买进 买进之后 今天拉上来 早盘拉上来 9点30分 建议会员朋友 顺势开心获利 放进口袋里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这样 我们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操作 那一档接着一档 放进口袋里之后 那包括的一个 最近锁定的一个红康 这也都是大师兄 领先市场跟他分享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今天大盘 指数大跌了将近500点 498 那尾盘当然有被动型基金的关系 所以今天你会发现 外资大卖了一个900多亿 因为被动金金 调整权重 今天大卖 但是 往往被动金金 你看到今天外资大卖之后 那我想下礼拜的一个行情 今天恐慌下杀过后 下礼拜的行情 就不会太差了 多头惯性嘛 还展基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半导体检测分析大厂的一个红康 下沙拉回 你看很多人不敢买 为什么我敢买 你看我买在的一个是 都是我往往喜欢怎么样 K线丑丑丑的时候 大家害怕的时候不敢买 我就带会员朋友买进 买进之后 你看今天是收在哪边 指数大大体有将近500点 但是今天收平板 够强吧 真的是表现有够强 还有长龙 我就告诉大家了嘛 杀下来大家都担心来吧 我就跟你讲我全收了 我全收了 你可以看到哦 今天指数 重做大跌 但是长龙 扬民 今天都是翻红上涨 哦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还有没有机会 风云再起 大家可赤目以待 哦 再到的一个 建为之拙 哦 这也是我们全新锁定的一个标的 哦 五字头的一个低级期转级股 哦 今天指数重说 但是你看 他还是稳稳的一个 锁在军线之上 哦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高价股 哦 外资概念股 哦 涨幅大的一个股票 高价股 哦 系列KY也好 普瑞KY也好 或是 占权值比重的一个股票 那今天跌的相对重 但是相对的一个 这些的一个低级期低 位阶符合大人格选股要件的一个股票 哦 因为他的一个位阶 哦 相对低 哦 又具有成长性的一个这样提债的一个价值 所以就算今天大盘指数重说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些的一个股票 哦 为什么他的一个表现 啊 就能够相对来讲的一个比较强势 呃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这样 啊 的一个选股的一个原则 哦 虽然昨天美股重挫 哦 今天 台股也难逃杀鸡 哦 这一切都是 在卷 殖利率 惹得过 哦 那看到今天的一个重挫 很多人可能 我想会吓坏了 哦 但是我想大家要了解的是什么 了解是今天的一个殖利率的 一个攀升 哦 攀升到疫情的一个水准 哦 意味着 哎 企业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成本会墊高 哦 那么对整个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获利跟经济的一个成长 哦 会产生负面的一个影响 哦 那因为他整个这个利率攀升又因为市场担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通膨的一个预期的一个产生 哦 怕的是美国领总会可能会提前收缩资金的一个关系啊 哦 所以也才会造成 昨晚美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恐慌性的下杀 哦 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是 就算今天的殖利率攀升 从过去来看的话 但一旦殖利率攀升到某一个程度 哦 通常我们衡量就是股息的殖利率 那目前啊 在美国跟台股的殖利率平均都有3% 哦 3%左右的一个水准 所以你想想看哦 今天殖利率攀升 是不是会造成泡沫化的一个危机 哦 因为殖利率攀升主要是因为反映在什么 经济成长预期上 那经济成长 殖利率攀升 会因为这样而造成泡沫化的危机吗 好像好像是有 有所冲突嘛 因为指数涨多嘛 我跟他说过 指数涨多本来就会震荡了嘛 因为你已经大涨了8000多点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市场有风吹草重 就容易引发市场上的一个这样 哦 的一个反应嘛 啊市场上一有反应 今天就会重做下来 哦 但是重点在什么 哦 重点是啊 哦 今天殖利率的攀升 市场所担心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美国跟总会提前收收的一个资金呢 哦 我想巴尔也也强力的一个表示啊 哦 我还是维持超关松的政策 没有改变 他不担心通膨的问题 哦 他认为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可能还要花三年 也就是说 美国跟总会 啊 至少到明年 都还会维持这样的一个宽松政策 因为他说 整个经济的一个护输 他还会致力的一个运用各种的工具 来维持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这样 充分的一个就业 所以很显然的 今天的一个让今天的一个下差市场 有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反应 哦 那么再来你可以看到 今年整个的一个经济的状况 不论是在国内 哦 那主技术预估今年渴望上看4.64% 去年3.11% 哇 世界 去年我国的经济成长率是 No.1嘛 哦 世界第一 那今年预估4.64% 哦 那甚至国外会预估 呃 台经院认为今年GDP有机会做4万5% 那包括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率 不论是 呃 美国 日本 哦 澳元区 或者是 印度 哦 还有全球 中国大陆去年经济成长也是 也维持正成长 今年预估哦 有上看8.1更高 但是其他的一个主要经济体去年都是负成长 但是今年都渴望出现强劲的一个这样强劲的一个成长 所以你想想看哦 短线长多当然会会震荡 但是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后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济还会怎么样 呃 持续的一个看好 所以在经过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洗盘的一个过后 后面他所谓在反映的又是什么 另一波的一个景气的一个行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如同我跟大家说的嘛 多头惯性还涨及跌 只要守稳115X35关键支撑 你看哦 我不是现在才讲的哦 昨天16000多点 你想不到今天马上就跌到15000多点 哦 我说只要守稳这个关键支撑 我所有的会员朋友都知道 守稳这个关键支撑 逢低震荡偏多的策略 就无需做改变 所以拉回重点还是在个股嘛 重点还是在策略你怎么做嘛 哦 股价涨多指数涨多当然都会震荡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策略上 你就是要懂得低阶不追高 起涨起跌反向操作原则 这一点你一定要把握住 哦 然后在选股上 你一定要懂得 选择低基齐低位阶高成长 前情涨望家 有大人格照顾的一个股票 哦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原则 我可以告诉你啊 哇 现在今天二月嘛 啊 元宵节 很快要到三月了 哦 三月真的是 真的是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三月真的是 行情还真的很精彩 哦 行情还真的很精彩 就如同股神巴菲特所言啊 当海水在退潮的时候 才知道谁没有穿库子 同样的面对指数 恐慌性的一个人 的一个非理性的一个下沙 更能够彰显出一档股票的 真正投资价值 只要领先别人 他就排在你的后面 哦 就像在封关之前 封关之前大人 大师兄特别送给大家的这一份礼物 大人格吃货股3.0 联合币买全新主流标股 你可以看到我特别送给大家 就三档 三档全都全在打 哦 你有拿到资料的投资朋友 都可以帮我做签证 哦 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会撞科中天也好 励志也好 哦 我们一档一档 来怎么样 来看 哦 你可以看到第一档的一个会撞科 当时你拿到资料 就算你没有买在最低点 哦 那这也是我们会员朋友 手上的一档股票 买在58.3 我送给你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当天收盘收在哪边 59.2 不论你买在五字头或是六字头 后来飙到多少 85.4 哎 才多久时间 新春看完盘到现在不够才八个交易日 八个交易日 你可以看到 你只要 你只要 哦 懂得掌握到对的产业 对的股票 你看八个交易日 价差都超过四成以上 都超过四成以上 哦 很多人在 这年前还在担心 哇 印度神童 哇 什么经济崩盘论 哇 什么世界 末日 哦 还有很多的一个星象学家都在呼喝 好多人担心他害怕死了 我 在年前 为什么我要特别送给大家大人哥自货股3.0版这份资料 你看你当时我拿到这份资料 哦 你懂得做把握 懂得跟上我们脚步 会赚科 怎么标的 再来包挂的一个怎样 中天也是一样 我送给你的时候 你看新春开红盘 你看都在低档 都在低档 新春开红盘收在57块半 都在低档 你很有时间可以充容来怎么样 来布局 哦 布局只要你懂得做把握 你看怎样 喷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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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喷四根掌停 摆到2月25号 早盘开掌停 大兄也在推给TTC 大家爱赚多少看你事情 你看又是短短几天一个时间 大涨都超过多少 都超过四成以上 还有年前送给大家的一个例子 哦 三四八三的例子也是一样 当时候是收在86块1 哦 你看哦 86块1我送给你 二字头的时候 新春开红盘 大涨上来 喷掌上来 来到三位处 哦 都是讲在前面啊 来到三位处 我也 我也告诉大家 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破断到你设好田地就可以了 短几天那个时间 价差都超过多少 都超过三成以上 三档股票 大师兄送给大家的一个三档股票 三档 都全来打 那如果说 哦 年前大师兄送给大家的这三档的股票 哦 你如果有拿到 我真的恭喜大家 但是如果你错过了 或是没有能够跟紧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 听好 哦 那因为今天 呃 元宵啦 欢喜庆元宵 哦 庆祝 员宵佳节 那今天大师兄在特别 龙叔在龙叔 提人 再提人 再特别准备一份 大人哥吃货股 4.0 会撰科第二 全新标股 独家 研究 报告 送给大家 哦 免费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哦 同样的在这一份的一个资料里面 大兄也会特别筛选出 三档股票 你放心啊 我不会像有些专家那样啊 我还选了十几档 那没有意义啊 十几档随便一两档 你乱社会标 哇 政府行情一定都会都会涨啊 三档股票 三档全来打 哦 涨忘的一个三月啊 忘乎乎书 百花其忘的三月 我再选三档 让你可以忘一整年 好运一整年的一个股票 在三档全来打的一个股票 不是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 不是王牌不出手 所以你现在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QR Code啊 哦 这边有QR Code 哦 QR Code 你赶快扫描一下 哦 你用你的手机 哦 用你的手机 哦 那你把它扫描一下 哦 那加入我们的一个 标股新天地的 Nine的 或Telegram 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你就能够免费拿到这一份的资料 哦 哦 咖啥有点资料 哦 哦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好机会哦 哦 哦 在新的一年里啊 哦 我们一起啊 共创财富 哦 哦 会状科第二 全新标股独家研究报告 大家希望 啊 大家传好啊 哦 你也想要巴合 牌手有点赶快 就像当时候的一个会状科一样 你可以看到 我当时候我选择的一个会状科 当时候都没有涨 哦 市场上没有人告诉你 在五字头 七字头八字头很多人告诉你 但是五字头没有人告诉你 哦 我相信只有 全市场只有大师兄告诉你 我带会员朋友买 买新之后来到的一个八字头 那很多人告诉你之后 开始要做震荡 那么震荡之后 今天我相信很多人 哇 追到八字头 今天一定又怎么样 哦 急忙的又赶快怎么样 又卖在不该卖的一个低点上 哦 我可以告诉你 这档股票我还没有卖 哦 这档股票我还看好 为什么看好 哦 原因理由 我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再多说 如果一档的一个股票 它的一个获利 可望double double的一个大成长 那你想想看 它只会涨一段吗 所以我告诉你 我下礼拜 我随时还会再出手 那除了这档的一个股票之外 另外我会特别准备三档 大人哥 吃我股4.0 会状科第二 那这三档的一个股票 全新主流标股 哦 都全新的啦 全新的啦 哦 不会说我拿什么会状科 跟你讲 不会不会 你放心 我一定帮大家挑选 我一定帮大家挑选 二第一高 符合大人哥的一个好股票 第一期期 第一位接 高成长 长进前进展望家 符合大人哥 要见 而未来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好股票来送给大家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哦 如果你不想错过 想要立即把问的投资朋友 赶快 哦 QR Code 扫描一下 哦 那成为我们好朋友 你就能够 哦 免费 拿到 这一份的资料 好东西 只跟好朋友分享 那么 由于有些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有些 可能年纪比较大 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的一个 八十几岁的一个 那有些人没有用 没有用Nine啊 或者是Telegram没有关系 哦 那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哦 如果说 哦 你在台北股票市场上 你有想要赚钱的一个去逐心 哦 那你又不晓得怎么样来选股 没关系 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大师兄来帮你 哦 今天 庆祝元宵家节 哦 大师兄特别 哦 特别帮大家 准备这一份的一个大人科吃货股 4.0 会状科第二 全新主流标股的一个独家研究报告 免费跟大家 一起来做分享 让你可以好运一整年 哦 如果说你有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欢迎各位 哦 QQ三三 我们下礼拜投资时间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这七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